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综合莓果 另外一个是蓝莓 陆陆续出问题 大家人心惶惶 其实我今天本来是要找这位 我们的八点党男星刘志涵帅哥 对对对 八点党男星刘志涵帅哥 来讲他的青光眼的 就是真的 你说幸运吗 对 很算幸运吧 因为人没什么事嘛 对对对 那他呢 我们来分享一下他吃一下 这个蓝莓的这个经验 这个就是我因为运动嘛 我想要抗氧化 所以我就要找那个有花青素的东西 那比较好入口就是像水果类的 那我想说那刚好这个蓝莓 还有那个综合莓果都是冷冻的 就可以拿去打果汁 就跟豆浆或牛奶一起这样子打 那我就这样子吃了大概有快要两年 那有的时候是我自己去买 有的时候是朋友帮我买 那他这个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是吓了一大跳 就是怎么没有人告诉我们 应该要做什么措施 要怎么办 然后要找谁询问 那加上说就是有的时候 不是自己去买的 那怎么办 我要怎么证明我吃了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麻烦 那我就会开始照着 电视医生上面讲的这个症状 去回溯我前一两个月身体出现的状况 所以你是新闻 不好意思你是新闻出来 你已经吃完那一包了 吃完 刚好吃完那一包 刚好就是差不多要再去买了 对所以他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才会这么shock 就说啊完了 我是不是会中标这样子 是不是就是因为我长期的一直在吃 我想我觉得我应该跑不掉 那可是我就只有可能 感觉身体疲倦 可是那个时候 我刚好在健身又在跑步 身体疲倦是正常的 我没有办法判断 那个是病理引起的 还是身体物理引起的这样子 因为其实我也有朋友吃到 但他也是说 对我好像身体有点疲倦很累 可是呢就是刚好医生讲的 那个症状 可是你怎么判定呢 就没有办法判定 好那所以你自己觉得说 就是你那时候吃到的 你就po网嘛 是 你tag蛮多人了 我tag食药署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 福利部食药署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 我去买的那个好事多的店家 然后我是希望他们 能够有人出来跟我们讲怎么办 因为现在已经不是责怪的时候 现在赶快处理后续比较重要 因为吃到的人也蛮多的嘛 应该他这个品牌本来就是 信用度很好 形象也很好 所以大家去买的也很多啊 所以受害者或者是 现在有症状的人 应该绝对是多数啊 对但其实呢重点就是说 因为他这个吃了以后 可能会有A肝病毒 究竟这个A肝病毒 就像刚刚志涵说的 到底他的疲倦症状是怎么样 那跟B肝C肝又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症状是不同的哦 我们来听一下这个 我们台大医生的说法 第一个就看到那个蓝莓上面 带有这个A肝病毒的量是多少 假设你有在清洗过之后 病毒可能很低 那吃进去不一定会有什么 得到A肝的清新 也不会有感染的症状 那假设真的不幸的 那个病毒很高 那你本身又没有A肝的抗体 是 免疫力也比较差 得到A肝病毒的话 那A肝在每个人 他身上会有的症状 可能不太一样 那一般来说 他的症状会像是 有点像是感冒症状 包含就是可能会恶心 食欲不振 上腹痛 想吐发烧 等等的 或是甚至 肌肉痠痛等等 就真的像是发烧的一个 像感冒的症状况 那在感染之后的几天 假设他的肝炎的情形 更严重的时候 会出现黄胆 那通常是那个时候 会发现 而去就医 那医师就会看到说 他的肝功能上升 我们就会去找他的原因 跟他曾经曝露的情形 那假设曝露过这些莓果 我们就会怀疑是 A型肝炎去检验出来 大部分黄胆的病人 才会来我们医院就医 那时候有可能 都大概四五百以上的ALT 或是说GPT的指数 那当然我相信 有些症状不明显的病人 那他肝炎的指数 可能就没这么高 而没就医 没有被发现 所以大概就医黄胆的 通常都是可能四五百以上 ALT的指 那超标的话 最严重的话 那就医了 那最严重会有可能 A肝的话 A肝 大部分他是会自己好 他事实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药物 医师只是给予致实性的治疗 但是最严重 他还有大概千分之一到三 有可能会肝衰竭 甚至死亡 对会猛爆性肝炎 了解 所以到黄胆的时候 一定要就医 那看看说有没有这样子的情形 就看他体内免疫力的状况 假设他有已经打过疫苗了 那一定有保护力 所以那就比较好 那第二个就是你身体比方健康 免疫力都正常的人 通常感染机会比较低 所以一般比较会感染的就是 又没抗体 免疫力又低下的人 那通常是相似一些 艾滋病的病人 免疫之际的患者 癌症的病人 这个的确他 比较容易会得到真的 A型肝炎的病毒感染 而且有肝炎的情形 那我好奇 我一下想肝炎化 或是本身有肝炎的人 如果吃了大量的这个 是是是 那个就是要小心 假设没有A肝炎抗体的话 对 所以我们也有一些建议 就是说对比较厉害 肝炎的病人 肝炎化的病人 甚至可以考虑 施打这个A型肝炎的疫苗 先去做预防 对对对对 如果就是 民众吃了那个A肝的 感染的 感染P号的莓果 然后又有一些临床的症状 那医师会去检验他的 有没有得到A型肝炎的 那个抗体 IgM抗体 以及肝功能 来看他是不是真的 产生了A型肝炎的症状 那假设产生了A型肝炎的症状 因为大部分他会自己好 所以医师会给予一些 支持性的治疗 比方说 比方说就是发烧 我们就给退烧药 吃不下东西 我们就会给予点滴注射 或是给一些肠胃药 让你比较舒服一点 所以他是没有跟B肝C肝不一样 是有抗病毒药物 他没有抗病毒药物 对 那打针预防这个部分 有些朋友 预防打针就是你要在接触病毒之前 就要产生抗体才会有用 所以你要去 刚刚讲东南亚国家旅行就学 你要去之前 要先打 那打了之后 至少要一个月后 才会产生防抗体 所以现在去打 吃了那个 披好的莓果 去打预防针 应该有点太慢了 OK 好 不管怎么样 大家看到 其实如果再整理一下 这个A型肝炎的症状 如果你有不舒服的话 六岁以下如果吃的这个小朋友 因为蛮多小朋友 听说也是打成牛奶吃哦 对七成的人没有这个症状 或有这个轻微的症状 大部分都是成人感染 才会有出现症状 包括就是发烧食欲不振 刚刚提到的 恶心呕吐上腹不适 黄胆 尤其是黄胆的时候 你真的真的要赶快就医 因为医生其实有讲 就是说基本上呢 因为A肝病毒 其实跟B肝跟C肝的病毒 症状有点不一样 它就有点像感冒 就像刚刚这位台大的医师讲的 他非常像感冒 所以你可能不知不觉 等到你到黄胆的时候 其实GOT GPT这个数字 已经可能到四五百 这个部分了 而且如果你的尿医 又变成比较茶色的话呢 记得赶快赶快去就医 另外呢 如果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A型肝炎的高危险群 因为其实这个刚刚有提到 就是刚刚资亚也问我说 蛤 应该是吃 如果说这个人吃了这个病毒 那怎么办呢 就是病毒已经吃下去了 然后可能它的A肝就引发出来 那该怎么办呢 它可能有千分之三啊 几率是蛮低的 千分之三会引发 就是猛爆性肝炎 对 尤其是对于肝硬化 或者有肝癌的人 可能会比较严重 或是免疫力下降的人 甚至可能是艾滋病 那多数的感染者 其实是可以 A肝是可以自行康复的 但是呢 就像刚刚提到的 就是有千分之三 可能会变成 就是猛爆性肝炎 对 然后高危险群呢 就是慢性肝病 然后肝癌 免疫力低下 如果呢 你曾吃了这一批美果的话 请在最后一次十日后的 这个两周内就医 如果你有上诉 这三个危险族群的 然后呢 评估要不要接受 这个A肝疫苗的必要 不过刚刚医生是有讲啦 其实A肝疫苗 可能有一点点慢了 慢了 对 有点慢了 所以可能 它的所谓的 支持性治疗法 就是说 你可能不舒服哪边 它就开什么药给你吃 因为他刚刚医生不是讲说 那个疫苗是要在 对 遇到之前 遇到之前就要施打 对 所以就变成说 其实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 你上游 如果你有这个症状的话 你有吃到这个皮好的话 你其实可以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 就是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体状况 如果有类似感冒症状 就是你可能觉得疲倦 或者是可能有点 可能真的有感冒 尤其是医生有讲到发烧啦 就是说 A肝跟B肝跟C肝 A肝比较不一样的是 A肝比较类似感冒症状 所以容易被轻忽 所以就是说 你到黄胆的时候 真的赶快去就医就对了 对 好 那黄胆要怎么分辨呢 就是眼睛变黄 或是身体开始有点变黄的时候 其实就赶快就医了 因为那时候可能已经很危急了 好 接下来呢 当然要进入我们的重点啦 重点就是今天 今天我们要来谈一下 其实智翰就是也一直在演 八点档的连续剧嘛 那他蛮厉害的 我后来才知道 他30岁就得了秦光眼 对 那我说那你是不是看 每个女演员都觉得 非常的朦胧美啊 就远一点都很美 对 那怎么对 比如说要有爱情戏的话 要有爱情戏的话 我觉得拥有这种势力 反而是一种很轻松幸福的事情 怎么说 因为对方不用想象 就已经很朦胧 对 然后 如果是不喜欢的人 我们通常会太近 对不对 太近 然后我们会靠得太近的时候 我们会变斗鸡眼 所以我们要看对方的后脑勺 我们等于要透视到 对方的后脑勺去 那我本身现在势力 就已经大概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不用用力的去诠释 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 大家知道智光眼 其实是这个 全球失明的第二大原因 也是台湾 台湾第一名是 失明的原因是 黄斑部病变 第二名呢 就是晴光眼 然后呢 刘志涵 志涵哥 他们是一家三口 从爷爷 爸爸 到他自己孙子 祖孙三代都有晴光眼 其实是遗传性的 那其实呢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 他其实是30岁 发现了 大概是怎么样 呃 就觉得突然 就是眼睛很干 然后常常 会有一点点 绯闻的症状 然后再加上就是 突然就是我在开车的时候 晚上 我会发现 人家刹车灯 为什么变四个 然后其他是两个 然后他就是 我看的时候 他就是四个 然后会变成像蝴蝶的形状 这样 那我就开始觉得奇怪 那刚好那个时候 蝴蝶的形状 对 就好像两个翅膀 因为他本来是一个 然后分成两个 以后变成好像像翅膀一样 然后后来是睁眼救了我 我就是得了睁眼 你也没有觉得要去看医生 没有 我就觉得那可能只是疲劳 因为那时候在拍戏 都是熬夜 所以我就觉得那是疲劳造成了 睡觉起来就好 结果后来是睁眼 去检查睁眼的时候 我们在眼科不是检查之前 要先做眼压测试 要喷那个气 结果他一喷完以后 他就看着我说 我们再测一次好不好 他要喷 然后他又把机器弄一弄 再测一次 就测了三次 我的眼压 那个时候右眼好像 已经到了三十了 然后医生就是 出来拿着降压药 先让我点 然后才告诉我说 刘先生你知道 你可能有清光炎吗 那时候我才发现 我要去做检查 所以那时候做检查之后 发现好像很危险 我们来看一下病程 他三十岁发病 两眼干涩看不清楚 发现的时候危险的 跟大家讲一下多危险 他其实右眼的赤神经 92%已经被烧掉了 等于他是一个 原本视力非常好的人 1.0 开完刀右眼 视力只剩下0.1 然后如果说是像我们 我们刚刚有讲说 可能摄影大哥的位置 可能开刀后 你的右眼的视力模糊 人可能在15公尺外 都看不出来是谁 看不出来 然后呢 15公尺还太远了 有时候5公尺就看不出来 然后一辈子都得点眼药水 是不是有造成 你以前困扰啊 就是有时候 会忘记点眼药水 第二天就会很害怕 自己的眼压是不是又高了 对 然后有认不出人的时候吗 常常就是我 譬如说假设像今天 我去之前参加了一个 朋友的记者会 很多我认识的朋友 从我面前大概就 有听说你去参加记者会 对然后这样子走来走去 我居然都没有认出是谁 那都是他们叫跟你嗨 对然后我听声音 我才知道是谁 听声变人 我现在好像就那种 已经变成 类似盲人的那种感觉了 对我只有看到东西在动 然后我知道这是给人 可是你左眼不是还可以吗 还可以还可以 就是大家线条都会变粗 那你现在就是说 如果要演戏的话怎么办 那很OK那没事 那因为他那个演戏的话 是有一个范围局限在 那你说记者会 那个场子那么大 以前是他在远远的地方 我就可以嗨 我就可以跟他打招呼 因为你视力一点零嘛 对啊那现在就是 站在我们面前五六公尺 我可能都不一定知道 所以应该是说 你现在可能开车 或者是说出去应该戴眼镜 要戴眼镜 开车一定要戴 开车一定要 无论白天或晚上 都戴会比较 对于行人负责 对自己负责 那一般走路或者是说 正常生活就不用 就还好 视力都还好 你知道吗 其实青光眼 叫做视力小偷 因为一开始 真的是没有症状 你是不是一开始 也没有症状 一开始没有症状 没有感觉 没有感觉 因为他是由外而内 所以等于有感觉的时候 他就有点像肝病一样 有感觉的时候 就已经蛮严重了 嗯嗯嗯嗯 而且应该是说 你有讲说就是拍戏的时候 那可能是 因为你十一岁就拍电影 对十一岁就开始熬夜 二十三岁就进演艺圈 你有可能是熬夜拍戏 就是浪这个 因为他说 今天我们去问你 这个眼科医生的权威哦 他说大部分都是四十岁 以后才开始就是发病 那你三十岁就发病 可能就是真的是熬夜跟压力 造成这个提早发病的原因 有可能 对而且你们祖孙三代 哎这个蛮有趣的 你爸爸竟然没跟你讲啊 对啊他很奇怪 为什么没有跟我讲 我就是看到我爷爷在病床 因为我去照顾爷爷 爷爷的病床旁边 有一罐跟我一模一样的降压药 然后还很兴奋说 哦我知道爷爷这个是 你怎么会有跟我一样 青光眼的药 而爷爷说我有青光眼 哎他说你爸没跟你讲吗 我说没有啊 然后我爸在厕所说我也有 然后我说哎我也有啊 然后就瞬间我们都有 然后爷爷才跟我说 我们家有遗传性青光眼 我说喂为什么不早点家 不早点家 对啦让你在那边那个 对我爸早点跟我讲 我是不是就是可能 早点检查 早点检查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 眼压可能早就压下来了 对因为已经变成是 其实因为今天医生就是刚好 就这么不巧 我们就采访到他 帮他帮我动刀的 动刀的医生 帮他爸爸动刀的组织医师 对对对对对 但我们也讲一下就是 你爸爸的那个 就是他的状况哦 这个他的状况是 我们有问就是 也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就是您爸爸也是演员 然后也是年轻时候很帅 遗传了你怎么帅 不是遗传我啦 我遗传他啦 他把你遗传了青光眼嘛 也遗传了帅嘛 他什么都遗传过来 对对对 好刘尚千也是演员 然后现在也在演戏哦 他患这个青光眼病成 跟这个痴汗表不一样 40岁发病 比较晚一点点 然后他是眉心经常到头痛 就是这个地方的时候 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有问 就是眼压有时候太高的时候 这边会不舒服 是 对然后压迫到神经 然后疼痛的位置 因为很特殊 所以呢他进一步检查 发现是青光眼 结果呢他多年来呢 就一直靠着眼药水 来控制病情 后来因为就是太忙了 你知道他戏也蛮多的 对对然后呢 就疏忽点药 没有回诊追踪 你比较管一点点 嗯应该是他朋友多啦 然后他偶尔就觉得 讲爸爸坏话我知道了 没关系这边节目 他可能看不到啊 他在演戏啊 就我们在外面 就是可能交友 会比较广阔的时候 就会有一些应酬 我们最害怕的就是 喝醉了回去忘记点药 因为第一个喝酒 也会造成可能眼压膏 然后你又忘记点药 就很糟糕 他有喝酒是不是 不好说 怕爸爸 好啦 接下来讲啦 就真的是 16年的时候眼睛就开始 大概在七年前的时候 16年年的时候 开始眼睛就 他可能就忘了点药水 就疏忽掉了 开始胀痛不适 结果紧急就医发现 眼压升到就是 等于是正常值的3.5倍 那紧急手术才将 这个眼压控制下来 现在必须要仰赖多瓶的眼药水 以及口服药来控制眼压 因为他的左眼视野已经缺损了 无法恢复 所以多数的时候 都是要靠右眼视野 他跟你相反的 他跟我相反 对 你看右眼他看左眼 对 所以就是说 这个视力小偷真的 听起来蛮可怕的 而且其实医生有讲说 其实有四分之一的患者啊 会失明的 会 因为他是这个 等到你发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我的视野 像我右眼的视野 如果你在我的视野 画一个十字的话 我的左上方是黑的 我看不到的东西 我的手拳头放在这里 我是看不到这个拳头 如果眼睛这样子平视的话 我是看不到这只拳头的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其实青光眼啊 有分遗传性的 有急性的跟慢性的 你们应该是慢性遗传性的 对 那急性的还有谁得过 你知道吗 我们肉带可以出来一下下 那个陈晓东 艺人陈晓东 他是就是急性的这个 就是他得了这个 急性的青光眼 但还好有紧急就义 还有哪些人有这个 所谓的这个青光眼 我们看到这是名嘴 许胜梅最近发现了 另外还有就是包括了 你可以看到 除了你父子俩之外呢 郭晶晶 虎毕哥波 还有YouTube的乐团主唱 伯诺 意大利的盲人歌手 安德烈波切利 其实都是这个有青光眼的 其实蛮多人都有这个 青光眼的这个问题 甚至有些政治名人 其实都有 那其实这个市地小偷 到底要怎么去判断 或者是检测 或者是说怎么预防呢 我们来听一下 也就是帮两位开刀 好我们今天 对三种的青光眼专科主任 他是专家 吕大文医师 来听一下他的访问 因为大部分的青光眼 他在初期的时候是没有症状 或者说是 他的症状 让你没有办法感觉得到 因为一般的青光眼患者 他如果开始有视野损失的话 他在周边 所以你正中央的视力是好的 所以很多病人 他到末期了 他的视力可能还是1.0 所以你跟他讲 他说你有青光眼 病人说不会啊 我看得很清楚啊 那实际上 他就慢慢在损失了 那等到这个视野影响到 正中央的时候 病人才会觉得 怎么搞的我突然变坏了 实际上 大概都已经相当多时间了 其实演员 刘志涵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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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代 从爷爷 爸爸 都有坏的 这个青光眼 刘志涵一家 有遗传性的 跟就是所谓的可能性性的 对 我们发现很多青光眼 其实大概都有这个 遗传性 那尤其是那种 就是有近视性的 这种遗传性更高 那刘志涵他爸爸 刘上千青光眼 刘上千的爸爸也是青光眼 所以他们三代都有 那不光是这样 刘志涵的妹妹也有青光眼 所以他们家的遗传性是很强 那因为有时候青光眼 他本身带一个基因 那这个基因的话 会跟在你的族群裡面 所以他一直会遗传下去 那是不是有一个就是 即性的青光眼 就是像是 陳小冬或是 陳小冬是即性青光眼 对 那即性青光眼 有时候我们称会叫做 即性羽角避锁性青光眼 那这个在亚洲的话 还蛮多的 那典型的病人 陳小冬不讲 我们讲一般典型的病人 大概四个条件 女性 身高小孩160公分 远是100到300 年龄大于55岁 有这四个条件 常常都会即性的情况 也发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 他原因就是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他眼睛 有一个拥挤效应 那这种影响效应 当你瞳孔一放大的时候 他这个排水就突然不能排出去了 眼压就会变得很高 对 那个 呃 柳正恩是跟我讲说 他就是发现的时候 对 六眼大概 92% 已经就是 有点 骚足 那叫骚足 就是 就已经丧失了 对 那这个状况是不是就 算严重的 我们一般来讲 视野的损失 如果超过50%的话 就叫做这个重度的轻光炎 所以他算是蛮严重的 建议就是说 假如说 发现 假如说 兄弟姐妹发现有轻光炎的话 一定要反查父母 因为兄弟姐妹都有轻光炎 反查父母 那可以在父亲或妈妈 兩個其中有一个是轻光炎 的机会大概到30% 那如果说这个 父母有轻光炎的话 小孩 从18岁开始也就要筛检 因为他得到的机会 18岁 对 比别人大概多了大概7到9倍 对 7到9倍的反高 对 那18岁如果有遗传的话 你18岁就要开始做检查 对 所以 可是现在我觉得 因为手机啊 3C产品很发达 我觉得不管有没有 18岁以后这些青少年 都应该要去 好好的利用中华民国的健保 去替自己检查一下 而且就是刚好这个医生 就真的很巧 很巧 就是我们的 等我们家庭的主治大夫 清光炎的主治大夫 所以你也是给他开 也是 我爸也是 OK 所以刚刚医生其实有提到 就是其实他这个是 我觉得有点像眼疾的国病 因为黄斑部病变是比较老 对 那你刚刚看到 就是说清光炎 其实30岁也会得 而且他刚刚 他其实后来有跟我们提到 说其实有年轻化的 有现在是 我上次看到一个新闻 15岁的国中的同学 就已经有了 对 而且其实刚刚我们有提到 许胜美 那我去看一下他的资料 他呢 待会我们会接 医生会讲一下 就说他其实是做过 雷射手术了 他等于是说 你做过雷射手术之后 你的眼压是不准的 是不准的 对 眼压是不准的 他就变薄了 因为他可能有弄过一层 对 就变薄了 然后你的四神经 可能就是眼压不准 所以他变成说 他自己不 后来才发现他自己清光炎 然后结果他眼压是正常的 对 他的眼压就是一直照 都是正常的 我那个时候也有问 吕医师 我说因为现在我的眼睛 是这个样子 那我的视力不好 我可不可以雷射 然后把近视弄掉 把闪光做一些调整之类的 他有讲说最好不要 对 他说因为你做了以后 你的眼压就开始不准了 对 因为徐胜美去测的时候 他在节目上面讲说 他的眼压一直是正常的 结果后来就得了清光炎 而且他去的时候 也是就是差一点点 就是会有失明之嫌 我们来看一下医生怎么说 因为其实有八成五的民众 其实眼压是正常的 但却没有发现说 其实怎么会 最后得了清光炎呢 究竟是为什么 而且其实有年轻化的趋势 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多少比例会因此而失明呢 我们来再听一下 这个清光炎专家医生的说法 这个主要是因为像日本跟韩国 他们的清光炎眼压都不高的 那台湾地区大概没有八成五 台湾地大概百分之三十 那我们这种清光炎 我们称为叫做正常眼压 或者叫低眼压的清光炎 也就是说 他除了眼压不高以外 他的视野跟他的视神经的变化 都像清光炎 那我们称为低眼压的清光炎 那为什么日本人跟韩国人特别多 他们解释认为说 这可能跟纬度有关系 因为他们后来在中国大陆 在北平附近的一个叫邯郸市 他坐眼睛就会发现 在邯郸发现的这个清光炎患者 其实眼压也是比较低的 那邯郸它的所在的纬度 跟日本跟韩国纬度 是很接近 所以他们相信 在某些比较高纬度的地方 其实他们的清光炎特色 就是眼压不高 那以台湾来说的话 台湾目前大概有三成的患者 他眼压也不高 所以清光炎不能光用这个眼压的检查 你要包括视野跟视神经的检查 才能确定的诊断 以前许盛梅好像也是都要清光炎 他的意思是说 好像有软多人做过离世禁室的手术 因为他的眼部就比较薄了 所以比较没有办法正确的了解他的眼压 然后结果他清光炎 他那种的清光炎 不是叫做低眼压清光炎 是因为他的眼压测不准 我们正常讲说 正常眼压或者高眼压 是根据在角膜没有做过手术的情况之下 那只要做过近视雷射 因为角膜消得比较薄 所以他就是 我们一般测量眼压的时候 就像一个光 他喷个气打在角膜上 可是你脚膜变软啊 那就像脚踩在烂泥里面一样 所以他感觉就 就没有那么敏锐 所以眼压都是低的 我们一般做过近视雷射以后 大部分的眼压都会在12以下 所以做完近视雷射在测量眼压的时候 可能不是一个指标 可能还是要以视野跟视成性的变化 来比较标准 是不是最近你只有年轻化 清光业本来就有年轻化 以目前健保资料库的显示 台湾清光业患者 百分之二十九都在四十九岁以下 所以其实清光业 而且清光业的年轻化跟高度近视的产生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高度近视越来越多 那高度近视本来就是一个清光业的一个好发族群 所以越来越多高度近视 那清光业就越来越年轻化 所以连我们3C科技的东西是怎么能看 3C其实就是一个 机器来开始要破坏人类的一个方式 所以我们遇到3C产品的话 它的后座要大家要注意 所以清光业基本上 第一它没有办法复原 它只有没有办法复原 然后第二它预防也没有什么太难 有吃什么东西可以 对它没有办法 但是清光业就靠早期发现早期治疗 因为所有的清光业 反正把饮压降低了 大概都有它的效果 所以我们呼吁就是说 直气血经有清光业 十八岁就要塞减 那我们定期 假如说都没有这个病齿的话 过了35岁一定要做一次完整的眼科检查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有清光业 早期发现 也可以早期治疗 因为刘志涵他的症状 是说他曾经看到 这些症状就是没有不论 对 所以很严重 对 但他的爸爸不一样 他爸爸会出现头痛 对 对 这个头痛也是 因为眼牙高起来以后 他会刺激角膜 角膜上面有一些三叉神经分布 所以有些人他眼牙就变得高 他就有成人头痛的现象 清光业大胆 按钮多少比例会导致失明 然后 比例会 可以这样 清光业幾乎都会失明 只是说看你在诊断的时候 在什么状态 还要完也什么失明 假如你来太严重的话 我们手术只有减缓它变坏的速率 可是没有办法能够起始回升 所以我一般讲就是说看你在什么时候诊断 当你一诊断的时候 清光业的 假如他的视野已经损失50%的话 那他就有失明的一个机会 可是你越早发现 越早开始治疗 他变坏的速度就越慢 那另外就是说你越早发现 那你的年纪越轻的话 因为想想看 假如他每年坏的速度是一样 可是你在二三十岁就有 跟你在六七十岁就有 那六七十岁他造成失明的机会是比较少 你二三十岁就有了 他机会比较高 所以越早发现 那越早需要积极的治疗 他的效果才会越好 所以应该是说 他开刀完 然后治疗 然后比如说像 柳芝涵是从一眼 他原本失明是一眼 对 后来变成大概0.1 右眼面一眼 对 0.1 然后左眼其实还是有点 也是有点 对 因为他的视野影响到正中央 所以看东西清晰度 那他这个 一直点药水 只是能稳 因为他只开了一眼 他另外也没有开 暂时就先点药 他稳住之后 后续会不会再 会啊 因为他开始诊断的时候 已经非常严重 所以 他还是按照一定的速度 在变化中 所以 还是要更积极的治疗 在你诊断的时候 他已经非常严重 这些患者 相对比较年轻的话 将来都会有失明的风险 所以我们一般都希望 越早起发现 越积极治疗是越好 所以台湾的话 你来来会造成协议的 就看你诊断的时候 在什么阶段 如果你都在初期的话 那就很少 那你来的时候 是在比较严重的 那机会就增加了 对 那想问一下 就是说像现在有个统计数字 就是说 不管是全台湾还是全市值 可能因为清光业 失明的状况 然后占蛮多的 那第二名 那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清光业 它的失明是没有办法恢复的 那像失明的主因 假如说是在先进国家 像欧美的话 第一名是黄斑部兵变 那第二名是清光业 那在比较落后的国家 那第一名是白内照 那第二名也是清光业 所以台湾目前来说 清光业大概是占四名的第二主因 对没有错 第一名的台湾地区应该是黄斑部兵变 对 所以基本上它其实是没有办法复原的 对 已经损失到这样子 快要一半了 黑点 黑点就是看不到的地方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 它的眼底 它的四王末 哦 这个红色的地方 对 这是它的凹陷 这凹陷 这凹陷 这边凹陷就变得非常大 这边也就是右眼很坏 你看这边它的凹陷大概只有这样 大概可能占了大概 百分之六十吧 那这边的话 只要占到百分之九十 然后凹到这个位置 那这就是要赶快 不是要开刀吧 因为它眼压高 所以要开刀 对 所以看起来就看起来乌乌的 那这个眼睛还是要好一点 这眼睛就比较糟糕 对 人家说手术开刀是一个 手术开刀就是一个 手术开刀就是一个 降引压的方式 把引压降到这样 要一辈子低也要水 对 其实不见得是眼压正常 就代表你不会得清光眼 初期症状 这个不明显的清光眼 如果你是刚进来直播的朋友 真的要注意一下 它是目前台湾 这个第二名的 会造成失明的眼疾 第一名是黄斑布病变 第二名就是清光眼 而且刚刚有提到了 因为我们长期用3C手机的关系 然后我听到就是 有些人就是 有些艺人朋友 他可能要看手机 然后或者是我们媒体朋友 每天有资讯爆炸这种焦虑的人 我们每天都要起床啊 都要看着手机 然后睡觉前也要看手机 尤其是千千万万不要再 就是比如说你盖着棉被看手机 对对对 周围的光线要充足 不然真的是很容易 就是得到清光眼 而且清光眼呢 基本上呢 它说是视力小偷 为什么呢 因为初期症状不明显 然后呢 目前哦 全球已经至少 导致了800万人失明了 而且是一种神经损伤 导致视力受损 甚至可能失明的疾病 那这个视神经连接眼睛跟大脑 等于是说眼压超过这个视神经 可受限的这个极限的话呢 其实就会造成所谓的 这个血液的循环不良 然后导致视神经受损 甚至是丧失了整个视野 而且重点是 它真的得了以后 就回不来了 这个视神经就没有办法再 没有办法恢复 对 然后你就是看人就是 乌沙沙 乌蒙蒙 就是停损点 这停损点停止了 而且就是说 其实基本上呢 而且就是还有提到就是说 像大家可能会觉得说 像白内脏手术后 其实是你只要照顾好的话 是恢复正常 但清光眼是不会的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一下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 其实做过近视手术的 像是我们的名罪许徐胜梅 他就是因为有做过雷射精神手术 当他比较切比较薄的时候 真的他的眼压就算是正常 真的 你只测眼压是不够的 你只要过了40岁 你觉得因为我们都会老化嘛 眼睛都会老化 过了40岁之后呢 基本上呢要测量就是 包括你的时间点姿势改变 然后还有眼压 还有一些就是你的各个方式 可能有三四种的方式 各个方方面面的部分都要去测试 医生会告诉你说 哎你要跟医生讲说 你做过雷射的手术哦 不然其实你可能测眼压是正常的 可是你后来有可能是得清光眼的 那之翰你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 就是说你现在右眼的状况 然后现在左眼要 因为我们有看到就是说 你好像两眼都要开刀的 可能阳眼要开刀 为什么 可能就是说 这个开刀状况好的人 他可以在一个 就是我们设的停损点 他就停了 他不会再恶化 但是他也不可能变好 那我现在先开了右眼 让右眼先 因为右眼比较严重嘛 所以就先让右眼有一个停损点 然后我的左眼再去找他的停损点 那他就没有恶化的可能 那我就是可能偶尔忘记点眼药水 就没有问题这样 所以应该是要这样讲 就是说你现在可能 昨眼的视力现在剩多少 昨眼的视力比右眼好一点 但是视野的话 是比右眼好很多 所以基本上呢 也是希望大家就是满了40岁以后呢 就进行包含眼压 还有这个视野以及视神经完整的清光眼筛减哦 不然其实你可能就是基本上 你可能就是如果像很多女生 都喜欢做那个雷射手术解释 对你可能做了以后 你可能那个眼压高 眼压高低是不准的状况之下 是非常有可能就是被 你的视力就被偷走 艾美的女生他一定要去 做这个检查的原因是 艾美的女生他就喜欢看手机 他就会喜欢 因为他喜欢被注意 所以他就是艾美 艾美就是为了被注意 所以他的动态啊什么 他就一直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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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刚刚有提到 就是说如果 其实有遗传性的 18岁就要开始检测 真的 对这个时候 那时候就是真的是看到 哎爷爷的眼药水 真的是跟你一样才发现 对所以就 父母要提早跟小孩子讲 这个是有遗传的 对遗传的疾病 18岁以后 甚至15岁以后 就要开始定期一个月去检查一次 是最好的 那好像有一些状况是说 我们不能提重物是不是 那个是手术后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当你眼压正在高的时候 就尽量不要去提重物 像我们 像我们好了以后 我们去健身房 我们重训也不能负太重 像什么人家 什么120公斤握推啊什么 然后那个要我们试 我们就尽量都不试 我们大概就是 最多80公斤了不起了 那我可以想问一下那个 就是清光眼的手术会 大概多久的时间 然后要恢复大概是不是 有没有很痛苦啊 没有耶 我觉得那个医生的医术都好厉害 就是睡着醒来好了 不用去做任何的 没有没有没有不用做任何的 比如说复健啊什么 对对对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就这个不是要 刚刚有看到你 对他就是贴着 因为他你伤口在复原嘛 那三天后 你这个眼罩可以拿下来 然后可是眼睛就贴纱布 铁片拿下来 因为铁片是为了怕你撞击 然后你再来就是做伤口 这个眼睛周围的清洁这样就好了 那七天以后就应该就没什么事 然后眼睛张开的时候 刚开始张开的时候 会有点视差的感觉 那后来就只是就剩点眼药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 哎你接下来要拍戏了 对对对对 那你接下来拍戏的话 这也是演八点档 对那我们就希望他当然就是 单出演艺圈一两年了 但是这次付出不一样 再演不一样的台 先偷偷透露一下 对而且你好久 没有演好人了 是是是 每次我看到你都演坏人 没办法被逼的 对啊 对那现在怎么办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在 有时候导演会不会就是 因为像你要跟演员 就是比如说对戏的话 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 因为小时候就接触这个行业 所以演戏的一些里面的环境啊 还有就是要怎么去做啊 都已经比较习惯了 所以就还好我觉得还好 所以就是说你这一次等于是说 这一次你的清光眼然后得了清光眼之后 你现在晚上基本上也尽量不要开车 对晚上尽量不开车 对因为就是怕造成行业的安全 是是是 对爸爸也是吗 我爸也晚上也不太开车 那你们现在都演戏 也是都是真的就是 真的是靠演技耶 呃没有就 对对清风演势力 这样子真的是靠演技在演耶 大概吧 我也我想应该是吧 对不然你这样子看着我 然后要打我巴掌 会不会打错敌 不会啊那不会啊 那倒是不会 这么近没有问题的啊 远就不行 我想说这么近 然后要打要把甩巴掌 我想说很会打羽毛球 所以接不到就接不到 很妙 我以前还就是跟我爸讲说 我可以去打校队吗 然后我爸就去 我就是很轻松很会打 可是我现在居然接不到 我就觉得嗯 好其实要跟大家讲啦 因为这个因为今天 其实吕医师有讲说 其实现在已经有 这个年轻化的趋势了 你要想一下哦 你在这个呃我们这个 网友你想一下下 你一天花多少小时 在手机前面 在电视前面 还有电脑前面 算一算的时间 其实好像有一个APP是可以去 它有十几个小时 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其实像我们可能 媒体工作者可能又要看手机 好每天看LINE 在群組一大堆 然后打字 然后呢可能又要看电脑打字 那这个时候真的是要 你是说你会演戏的时候会闭目 会闭目养神 对就是不让眼睛去用力 对因为它必须 因为像你回去的也是 昂党戏嘛对不对 对那昂党戏的话 其实我们上次GINO来过 就几乎都没有办法睡觉 好那你眼睛这个时候 现在的保护是怎么做 就是带降压眼药水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眼罩会不会 眼罩不会带 然后还有弄那个 那个叫什么玻尿酸啊 的眼药水就是它可以保湿 因为长期拍戏的话 保湿很重要 因为那个青王眼很容易干眼 所以保湿 然后就尽量不使用眼睛 然后就是等于是说 有休息的时间就 对对对 就赶快闭幕这样子 眼睛休息这样子 对对 哦那还不错 对对 至少就是不会说 因为拍昂党戏 让你的眼睛又熬夜 因为你跟我讲说 你是因为年轻的时候 真的常熬夜 常熬夜 压力大 呃就玩得太high了 不睡觉 所以30岁就 对30岁就 没有来 应该是说 一切都是保湿啦 不是啊 马上有八年党的感觉 哈哈哈 哈哈哈 好那其实 没有啦 其实我再次也要提醒 就是说 你家族真的有遗传的 跟他医生有提醒 就是18岁就要开始 不要怕检查很麻烦 其实检查很好玩 很好玩 我很意外的 青王眼的检查是好玩的 很像打电动玩具 他在检查你的视野的时候 你是要这样看着一个机器 然后里面哪里有亮白点 他亮一下你跟着按一下 他亮一下你跟着按一下 不是喷气的那种 不是那个是撤眼压 视野是跟左右眼都是像 玩电动一样你要去 而且你眼睛只能看一个点 你不可以去找那个点在哪里 是玩电动 然后他只要一闪 你就要压 然后你不晓得他的频率 到底是闪闪闪还是闪 还是很久闪一次 还是一下马上就闪 你都不知道 你要很专注 所以像打电动 但我没有撤过 因为我只是 我只是只有撤过那种 就是你跟他说 那个眼压 一直喷然后说眼睛要再张开 我严重到92% 为什么会知道严重到92% 就是我一直看着里面 然后都没有看到白点 然后最后问说 请问开始了吗 医生说已经结束了 我居然没有看到白点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真的有白点 那我就开始认真的去感受他 感受他 你感受他 你觉得白点就会出现吗 就后来才知道 哦原来那个是白点 所以92% 他说92%少佐 就是等于是 你整个四神经 其实有 基本上 其实已经激进失明了吧 基本上已经可以被判定是残障 对好像听说可以拿 李医师说你要办吗 我可以帮你写 我说不要 残障手册吗 我说现在还看得到 这个机会先留给别人 我说这个我现在还看得到 你说残障手册 对 所以就是说 那个德尔清光严 可以拿残障手册 这没什么好光荣的 但这真的不光荣的事情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他真的是 医生就再度强调 失明的杀手 他真的是 你真的四神经 就真的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回不来了 而且你的右眼 因为假设说你的 像志涵如果是右眼 右眼只剩下0.1 他必须要靠左眼用力看 可能就是可能他的压力 左眼就有点像 视网膜玻璃一样嘛 你可能右眼出问题了 你左眼可能就会 他的压力比较大 那势必到左眼 你要注意到他的健康 对 所以有什么医生说 你的左眼可能要开刀 对 就现在像两只眼睛的眼睛 都平衡就没事 那左眼要开刀 他那时候评估是为什么 就是也把他的停损点射出来 就是把他 把他射 可是你没有什么问题啊 开完刀的话 就不会再恶化 哦 基本上 但是就是一辈子要点盐药水就对 你不开刀也是一辈子要点盐药水啊 而且他有恶化的可能啊 哦 对 像你爸爸要点 就像我们已经发病的人 最好就是能做手术 让他停损就停损 嗯 了解 所以这个情况一眼 这个是李小偷 真的大家要注意一下 因为这是 让你可能 就是全台湾 让你就是 第二名失明的这个可能的非常非常严重 而且已经在年轻化 年轻化 刚刚他说有个十五岁的 对啊 对而且他是 我觉得有点无药可救 他青蛙眼是没有药可以救的 就只能手术 他只能 他只能就是维持 手术跟控制 维持你的现状 你的现状是怎么样 他尽量能够帮你维持这个现状 而且可能会再继续恶化 对 他会有继续恶化的可能 嗯 所以基本上自然今天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就是在刚刚进来的网友 重复一下下 他最近知道的蓝莓 这Costco的蓝莓 你那个Costco蓝莓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部讲 就是希望各地方的卫生局 能够赶快主动去积极参与 然后看到底要用什么方式 赶快告诉大家 你能怎么做 因为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是措手不及 跟这个不知道要怎么办 那我们如果可以知道该怎么办的话 我们的心会安很多 对 就是说等于是说 你自己也吃了两年多 对 不管是小孩子很多 像或者是健身的 每次就是综合煤 就打一打 他是打豆浆啦 对 那你看他的身材维持这么好 因为有去健身 所以要补充一些蛋白质 对 那万万没想到就是出了这样的事情 那也希望就是刚刚提到自然说的 就希望政府能够赶快 看是不管是赔偿啊 或者是说大家担心的 这个所谓的 我们刚刚介绍的A肝病毒 如果您刚刚进来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回放 你如果出现了一些症状 类似感冒症状 可能要留意一下下 尤其是如果已经出现荒胆的话 或者是你自己本身有肝癌 或者肝硬化或肝炎的疾病的人 如果你有吃这些 刚好吃到这一批的莓果的话 尽量赶快去看医生 因为就是你知道 就是抽血其实就 马上知道你的状况是怎么样 他不用 不要害怕 赶快去看医生 对 赶快去看医生就好了 也不用太予恐慌 对 那就是说 最后呢 当然是 就是说 虽然说你就是吃到蓝莓 然后又有晴光业 不过 好的事情总是要来的 好像你要有信息拍了嘛 对对对对 讲一下嘛 可以讲吗 可以讲 可以讲 近期就是在那个 台不能 有台 对 一样是没有线的 就说那两台吗 对对对 你不是以前在三叉吗 不是 现在在明叉 对对对 对对对 现在在就是 马上就要进去拍戏了 对对对 再请大家敬请期待 那也希望能够 来到中天演戏 嗯 过综艺节目 我们也希望能够邀请你 好 来参加 谢谢 非常感谢 对 然后真爱其实是 就是等于是 一路 等于是 爸爸跟 爸爸遗传了 他遗传了爸爸的帅 也遗传了爸爸的青光眼 对 不过 其实两位都是在 就是等于是 在演艺圈演员这部分 其实是蛮厉害的 还好了 还好 对对对 那现在有没有什么 就像你得了这个青光眼之后 之后有没有什么 呃 话想要跟现在的朋友 就是可能 呃 大家没有不知道 眼睛这么重 你 因为你得了青光眼 才知道它的严重性 对对对 因为眼睛就是我们的灵魂之窗 你应该以前绝对 不会觉得你的眼睛出问题 而且我甚至觉得 那个时候觉得青光 因为那时候网路 还并没有那么发达 那我还甚至觉得得了青光以后 它会好 那后来自己上网查了资料以后 看了以后才发现 No 不会好 而且你还在那边打电动 对 都没有找到百电 因为你是92%已经 都已经损伤了 那所以就是说你们去做检查 不要害怕 因为中华民国的健保 其实是蛮好的 你就去做检查 然后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检查过程很好玩 你又可以知道自己眼睛的状况 你就会小心的使用你的眼睛 嗯 对 好 那其实应该这样讲啦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分急性跟慢性 那急性的话 像是艺人陈晓冬就是 急性最不好 对 可是急性青光眼的话 就是会在 眼压短时间之内 急剧的升高 然后会头痛恶心跟呕吐 甚至结膜冲血 四零模糊 这个时候就赶快送一了啦 这个是轻症欸 对啊 这个算 这个在急性青光眼里面 算轻症 很多就是眼睛一黑 然后就没了 回不来了 真的 眼睛一黑就没了 那陈晓冬算是很幸运 他是幸运的 他是幸运的 很多就是像他这个症状 然后觉得说 我是不是躺一下 休息一下就好 醒来以后眼睛张开 什么都看不到 那真的蛮恐怖的 所以急性是蛮恐怖的 对 所以就是真的 大家要保护自己的视力 小时候我们就会说 视力的健康很重要 对啊 灵魂之疮 对 灵魂之疮 所以也希望 就是志涵在心系 能够好好表现 谢谢 然后可能你看到 每个女演员都是 世界真美好 好啦 那今天的健康点点名 到这边为止 那我们再次呼吁 赶快下载我们 中天信网网的APP 多一份您的支持 就多一份监督的力量 然后我的代码是 cti125 那我们的健康点点名 每周五的11点钟 准时上线 我们跟 赞我们跟网友说拜拜 拜拜 特下载中天信网网APP 和我们一起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多一份力量 感觉 好 好 好 还有 好 那 感谢观看